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30日 星期五 很快就來到7月尾了 我們今節就跟大家講一節 國情的新聞 話說上海了 又回到上海 這個 就是上海電器 董事長鄭建華 為甚麼那麼多人叫建華呢 跟董建華 有沒有關係 鄭建華 就是被接受 調查 上海電器這間公司就是在 大陸有上市 也有 在香港部分的業務在香港上市 在香港上市的號碼就是2727 公司的總部就是在上海 他應該是做大型的電力工程的 做了電器裝備和電力能源設施 換句話說 也是一間相當之規模 不錯的公司 在7月27日 就是幾天前 上海電器的總公司 黨委書記 董事長鄭建華 被中紀委調查 涉嫌就是 嚴重違紀違法 大家聽這個詞也聽得太多了 其實這條就是中共黨員莫須有罪名來的 查理的時候 你就是嚴重違紀違法 上海電器 就是上海市國資委 的 完全是獨資擁有的國有企業 而上海的國資委 的關係跟江派相當之密切 國資委傳名是上海市國有資產 監督管理委員會 所以正如其明 就是因為那東西是國家擁有的東西 所以會有另外的機關 就是會管理國家擁有的資產 根據公開的資料顯示 現在鄭建華 就是61歲 在這個電器設備製造領域 已經是做了很多年了 已經做了三十多年 在2017年 8月到現在 鄭建華一直擔任上海電器 這個集團 總公司的黨委書記 兼任董事長 還有就是上海電器集團總公司 和上海電器是兩家公司 兩家公司 都是黨委書記 鄭建華原來就已經是上海電器集團 第二個落馬的高官 在2021年的4月 另一個上海電器 副總裁 叫做呂阿神 被中紀委調查 上海電器集團 其實就是中國大陸其中一個就是發電設備供應商 發電設備供應商 一家非常之大的公司 也有跟德國的西門寺合作 換句話說 德國是跟中國的企業有大量的利益 所以 德國 是非常之不願意跟中國切斷關係 假如要切斷 意味著德國的很多 工業企業 就是有機會倒閉 上海電器集團 就是上海幫的背景 主要的背後就是江澤民家族 在2021年4月7日的時候 中共的中紀委國家監察委員會 網站上 通報了 當時就是調查 上海電器的副總裁 呂阿神 也說他就是 涉嫌 嚴重違法違紀 其實說真的 中國大陸的事件 誰落馬就是最重要 那個控罪內容 其實 一點也不重要 反正全部都是違法違紀的 香港現在也是 香港現在全部都是違反國安法 總之就是勾結外國勢力 還有煽動分裂國家 基本上就是屈得就屈 這個也不叫莫須有罪名 其實什麼時候才叫莫須有罪名呢 根據報導內容 上海電器 原來曾經自爆 有83億的淨利損失 蓄成了一件爆雷事件 在5月30日的時候 上海電器披露有重大的風險提示公告 公司 持有的40%的控股 公司 就是上海 電器通訊技術有限公司 應收帳就收不到 換句話說 現在就overdrill 收不到 那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 原本有一條數 大家不知道會不會回計 原本 你做了一宗生意 你可能是100萬的 要收 有人欠你100萬 會計上面這個就叫應收帳 他會在你的數目上反映 說你其實現在有100萬的資產 但是這是應收帳 未收回來 但是如果這條數變成壞帳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然後你那個 帳目就不見了100萬了 換句話說 就要撇帳了 這就是中國大陸的公司 最容易發生的事 大量的 應收帳 根本就收不到 回來 但是他就當成是公司的 資產的一部分 放在那裡 告訴你 我現在還是很龐大的 但是龐大到那個數目根本就收不到回來 換句話說 這個就不是偽造帳目 這個就是合法的 但是帳目也是 等於 其實也是等於變相是另一種假帳 現在中國大陸的公司 全部都是這樣的 你的account receivable 到底是不是真的收到呢 大家也記得 匯豐當年曾經就是要撇帳 說得給你知道要撇帳 即是有條數 進入了盤數 現在收不到 要改一盤數 根據報導 呂亞神除了擔任上海電器副總裁之外 還擔任這間通訊公司的董事長和法定代表人 當時外界就在揣測 跟這個 爆雷事件 跟呂亞神被查有關係 到了7月5日 上海電器 也涉嫌訊息披露 違法違規 當時被中證監立案調查 根據最新的財務報表 上海電器 在上海A股上市 目前市值大概是600億 也想跟大家說 這些企業的 帳面市值有600億 大家覺得天文數字 所以國企跟香港沒有比 那個呢 是 大陸的超級槓桿化之後的 企業的 發水之後的 大小來的 換句話說 他隨時 真實能夠提到出來的現金 坦白說 我覺得他連6億也拿不到出來 他拿著一大堆 瘋狂發水膨脹 的資產 而那些資產是賣不出的 還有一大堆瘋狂 膨脹 的應收賬 再加上股價 才會令到市值 600億 大家都知道 其實 股票本身也是 即使是香港的公司 你號稱 有幾十億市值 又或者幾億市值的公司 你 真的當股票賣出來的時候 可能你最後 真的可能 只是幾千萬而已 所以換句話說 中國大陸 看上去就很厲害 嘩嘩嘩嘩聲 幾百億 市值幾百億 這個泡沫現在一堆就爆了 一爆下來 那兩個零就沒有了 那兩個零 也不止 可能還要再少一點 所以換句話說 這堆公司就好看 盤賬很好看 你其實是抽不走任何東西的 中國大陸絕對是缺水 缺到一個極限 好了 這間上海電器 就是由上海市的國之委擁有 而上海的國之委 跟江派關係相當密切 換言之 現在這個 打擊江派的動作 我們也相信跟習近平 和江派關係相當密切 其實江澤民的力量 雖然經常說是江派 實際上江澤民代表的就是一大堆 貪官在做生意 以前做官的人 現在出來啦 我要做生意啦 我要發達 控制國家的所有的資產和財富 代表這一幫 所有的既得利益者 所以就很類似香港 香港就是所謂的商界 其實就是相當類似這樣的性質 所以其實經常說他們說是江派 實際上應該正確一點來說 就是跟江澤民相關的派系得出來的利益 的集團 所以他們很多人實際上不是拿著政治權力 所以嚴格來說 江派就跟商界相似了 其實他現在拿著的 是經濟利益 實際上的行政權 就完全不在江派的手上 所以習近平可以做的就是不斷動用國家的機器 國家的機關 動用他手上的力量 就是用行政 手段 對於 大陸來說 行政就是第一次 政治才是第一次 資產和財富 在大陸來說是沒有用的東西 資產 是帶不走的 日文譯得最好 我覺得是不動產 英文就是immovable 真的是immovable 你帶不走的 帶到棺材也帶不到 想帶到外國潛逃也帶不到 我們相信的東西就是 所謂江澤民勢力就是那種商家的利益 這種利益 就是繼續私相授受 維持了很多年 習近平為甚麼會沒有這些利益呢 因為習近平上台的時間其實不太長 而且習近平 這個 真是 共產黨性格的一個暴君 就是完全 不打算要給留下身邊跟他的人 就是准他們去做生意 穩利益 所以換句話說 是不會有商界圈的 習派勢力的 習派 唯一有那幾個勢力 跟他相關的 一個就是王岐山的海航 海航都被人夾爆了 資不抵債 爆煲 另一個跟他 疑似有關的就應該是恆大 恆大 最近我們也說過了 恆大也在被人搞 簡單來說 江派和習派就是進行一個垂死的攬炒行動 現在其實他們 互相在消耗對方 這件事 都相當精彩 捏下去 真是飽煲的了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再有大陸的精彩權鬥 我們第一時間就告訴大家 繼續吃花生 看他們攬炒 繼續坐定定等之爆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 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節目 繼續幫我們點擊廣告 繼續 用無限大法打開節目清單播放 最後也是緊急呼籲 我們本台不曾進行任何形式的籌款 沒有幫手足 籌學費 生活費 從來都不做 我們從來是靠自己本台經營 的所得 去提供 有網民報料 網友告訴我們 有人 冒認我們的名義 說要幫全灣的健仔籌款 我們這裏 告訴大家 絕對沒有這件事 小心騙徒出現 本台是不會 在未來和過去也不會搞任何 的集資和眾籌 大家請小心注意 我們這次跟大家說到這裏 拜拜